38旺威灵顿圈第508A座祖屋发生了火患 至少两人因吸入浓烟盒烧伤送院治疗 初步调查显示火患与充电的电动脚踏车电池有关 民防部队在Facebook发文表示 今天凌晨1点40分左右接到通报 赶到现场后发现黑烟从一个二楼单位冒出 于是用一支水枪扑灭睡房火事 受影响单位的四人在民防部队抵达前 已自行疏散 作为预防措施 同座祖屋的约80名居民也被疏散 初步调查显示火患相信 由在睡房充电的电动脚踏车电池所引起